南河南人 河南工学院通信专业的大专 他说自己是一个有故事 有才华 有野心的草根 所以说我很期待他的故事 你做的跟你所属的群体不一样 这就要故事 但是你做成了那叫事迹 你没做成那叫事故 那我现在确实出了个事故 从历史上看还是很优秀的 两年学生会的奖学金 而且2013年省优秀毕业生 那还是很难得的 他16年到现在都是某公司总经理 而且我看到他从13年到16 这几年里边差不多换了四份工作 对 他这么频繁地去换工作的话 其实对他未来的这个履历和资格上来讲 我觉得有影响 包括我觉得他之前肯定受过一个职场的一个错 因为他说15年初新入职的一个地方的生活服务公司 入职一周被辞退 关键是什么 他觉得明白了一个道理叫 多听少做不说话 这个很奇怪 什么叫多听少做不说话 可能认为就是多做多错吧 这太可怕了 不过说明他有一点 这个背后的优点 起码他诚实 把自己被辞退的事 当做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事 而且公开出来了 那个我就很好奇 他在这个台上如何能做到不说话 好 我会撬开他的嘴的 掌声有请刘志勇 各位企业家 观察团 主持人 在现场以及现场外的观众 大家好 我叫刘志勇 志从高远 勇于实践 也是我的人生格言 我来自河南新乡 毕业到现在五年了 这五年我的经历 或者说近些年的经历 可以用四季来概括 我是一个有才华 有故事 能坚持 的人 我在这里求职一份 产品或市场方向 策划或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车来来 说一下吧 为什么要多听少做 不说话 那是一五年初 然后当时在一个过渡阶段 我去了当地一家 其实蛮小的一个 做本地生活内容类的 一个网站一个公司 我在那个公司 大概待了就是七天 处于学习 然后接触少量工作的 一个状态 然后确实觉得 因为是一个初创公司 确实觉得有一些问题 包括我可能对于老板 去做一个企业规划 可能也能提一些 自己的看法 我就去那天下午 跟老板过去聊了 聊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 我接到老板 给我打过来电话 说志勇 你从今天开始 不用过来上班了 我就非常诧异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植物领导 直接跟我说 说觉得你这个人 是一个好像就是 不守职场规则的人 你有什么想法 你直接去跟老板说 而不是先跟他沟通 觉得是一个很 很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就是 这是我自己 第一没意识到 第二确实 最开始面试的时候 跟老板聊的 确实觉得 彼此感觉很好 志勇你当然是不是 我们这种公司 都是从小公司 创业起来的 其实小公司的时候 特别不在乎 业绩这件事 你知道吗 主要你说的是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地方 城市生活类网站 我就告诉老板说 我们的这个 现在这板块 我们的内容 那时候内容 其实我们在新乡 那个小城市 本地没什么大的新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做内容编辑的工作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直接 从一些地方 城市生活类网站上 去其实就是 复制粘贴 改名字 改发生地点 去弄上来充实 这个本地 这个生活网站的内容 如果我们一定 还是要去 包括做一些 新乡的本地 你说了什么 大概就是这些 就是对于现有 其实就是 对公司的情况 不了解的情况下 然后你知道老板 要做一个你的战略 没有 我只是去发表一些 对啊 你就是从战略的角度 去规划这家公司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 到底要发展成什么样 你也不知道 这个企业 他们现有的背景 和它的实力 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说一通 这个是 所有的企业 都会特别害怕的 如果说 我是你这个老总的话 我是觉得 就首先这个 你进来的 你应该踏踏实实干事 也不是会话那么多 对吧 而且你讲的都 你又不了解公司 你讲了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知道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 越级汇报这么简单 因为很少有个公司 因为你越级汇报了一下 我就把你开除掉 招人成本也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 可能越级告状 或者是更过分的一个行为 才会导致这个结果 他们在那乱猜 是不是你在那 犯了什么其他错误 我其实强调的 就是我这样一个体验 因为这段工作来说 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特别小 特别不重要的 你后面 我这上面写 你为了去新的 这个零售电学习 只要抵心 这个事你说说 因为我从 其实从16年底 或者说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学校 有个地儿 我是做那个校园超市的 所以我自己 给你一张纸吧 满头的汗 怎么这么多汗 做了亏心事 你觉得一个初次 登到舞台上 还是荧幕上的人 会不紧张吗 如果不紧张 舞台觉得奇怪 你前面那位就不紧张 那是个老油条了 我感觉 你看 你又喜欢 擅自的评论别人 所以我相信 那15年 你肯定是说了 你的直属上司的问题 说了坏话 没有 这本身也是一种调侃 这不是调侃 你看你这多嘴多舌的毛病 我害死你 还不说话 我看你挺愿意说话的 好吧 说自己 不说别人 好吧 说这个学习的这个问题 去零售 因为我自己做了 就是去年在做的是 那个校园新零售的一个项目 那时候我觉得 那我找不到投资 是不是也是 我自己的能力 或者我对这个项目的问题 也是肯定是占一部分的 那我就是今年上半年 大概5到8月份 大概三个月 然后在那个我们河南当地的一家 它在郑州市有120多家 这个连锁的便利店 做的还是不错的 到那就是说 我当时也是精神介绍 我说我只要底薪这三个月 但是从仓储 供应链到店面的 我都要去轮岗学习一下 是15年的事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你几年 我其实去那个便利店学习 就是今年5到8月份的事 今年5到8月份 对 学习完了之后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就是把我那个项目 又重新就是 就是你创业的那个项目 对 完成了一些细节 又跟以前接触过来几位老师 就是曾经拒绝过我的老师 联系了一下 这个供应链 我们做的就是 连锁便利店那种管理方式 我给你提供供应链 我给你对接一些特特商品 而且我不让你局限在卖商品 我会给你对接一些服务类的 并不占店面空间 但是服务类的 来增加你的盈利板块 就像我是做校园 校园的话 一个学校 五六家那种 大概40平到60平的小超市 这个学校 一万人 两万人 三万人跟我没关系的 跟我有关系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店在那个地里 我靠近宿舍楼 或者我靠近教学楼 或者我靠近操场 其实每一家店 大概就是分这个学校 3000人左右的一个用户量 线上的话 它可以覆盖到全校 你再加上配送的服务 如果你的商品卖得再有竞争力 所以你的模式主要就是下单 然后送货上门是吧 这一定的模式都是这样的 但是更核心的 其实在于管理跟一些细节 包括在这个配送 你不要长篇大论 解决一点 配送上 现在所有的配送 都是一种方式 一种收费 我们做的配送的话 是一个差异化的配送 你想送得快 你就多掏一点运费 是专人专送的 你把这个定义叫独创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你只要不是说 一个完全新的行业 或者新的产品 你就谈不上多大创新性了 在目前来 谈不上多大的创新度 但是在目前的 几个线上都这样 对啊 送餐都是你加钱就可以 所以你的核心竞争力的 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的模式里面 还是在管理 就是连锁便利店这种模式 我只有 你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事 就你聊天的方式 就你不说大白话 对吧 总说一些术语 就帮我你开这个店 其实你是在校园里是吧 对 按说这个店不应该赔钱 你说的 你占一块地儿对吧 你没什么竞争 学校是不会赔钱的 但只是挣得不多而已 他里面有太多的这种 不切实际的表达 以及他为他做的这些 不合理的决定 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解释 他整个这个过程中 是没有说清楚说 我作为一个职场人 我能够给你的企业 带来什么的 那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它是严重十分的 所以其实你还是想创业的 我只能说 其实可能每个人 都会想创业 但是 你不要解释 你说话特别喜欢绕和解释 你直接回到我的话 其实你这次学成之后 你还是想创业的 我不想创业 如果说真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跟他接触呢 又谈到这个 当初创业的问题呢 我之所以创业 我其实一会儿 那个PPT上有一首诗 大家可能知道 我为什么去创业 你不要绕 如果我是个富二代 我这么说 我就不要说 如果我就问你 你在这次学习了 新零售三个月之后 你有没有过念头 想要创业 肯定还是啊 我当时去 那就有 那你就说有嘛 你又说可能没有 干什么呢 明确一点嘛 那我现在再问你 你说 你现在创业失败之后 到目前为止 你是口袋里还有钱 还是欠债 欠债啊 欠了多少钱 9万吧 所以你今天来 到这儿找工作 是想找一个 零售业的企业吗 不一定 产品跟市场这两个方向 做策划或者运营 这种内容的工作 你要求多少薪资呢 你要还债 市场类的话 就尤其是比如 如果跟销售有关 就是说提成相对比较高的话 底薪4500就OK 嗯 但是如果是那些 就是比如像产品策划 或者之类 就是说主要靠底薪 来发新筹的话 那最低6000这样 6000没有低于限制 只去一线 我真的理解你了 嗯 真的是应该多听 对对 你说什么表示 别说话 OK 再擦擦汗啊 来第一轮选择 学后来 他有11阵子 天生我有才 没才啊 有啊 有啥才 其实我本来来之前 我是准备 让老板即兴问答 根据老板的一页 名字作诗 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聊一些 随便聊一些 就是不管诗 作诗吧 来 曹妍 宝利豪 我只能想到一个 就是那个宝 宝马叼车香满路 这个其实完全copy过来的 利化这个 就自己把自己踩坑 利益治疲 心碌碌 你给自己挖的这个坑 真的 说曹妇 只能想到曹操 我觉得您做事 我又不是曹子健好吗 利益曹 利益曹什么 利益劳心 劳心 什么碌碌啊 无招募 无招募吧 就是无招募 可能忙得有时候 不知道早上 不知道早上 对 还有个豪 宝利豪 宝 豪 豪 豪华的豪 最后也想不通 是个作者的公司 豪情万丈 豪情 当年想自己创业吗 成功了 可以不打算吗 我刚刚有点想法 多讨厌 打断别人诗人的思路 豪情 皇城 金国英可以吗 还有一句呢 第三个 严 都听少做不说话 当你要在众人面前 吊书包 你要卖弄自己的才华的时候 一定是很自然的状态 不是满头大汗 磕磕巴巴 那其实即便说得再好 最后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我明白 这一点你就叫不聪明 你第一次越级被上级开除 也是因为你不聪明 而你所有的不聪明 都在于你这张嘴缝不住 你要管住这张嘴 真的不说话 你就变得可爱了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当你犯错误的时候 领导对你说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这个我觉得蛮直接的就是 他其实是在批评你 但是可能不想 用自己的那个身份 避免上下级之间的一些抵触 或者怎么着 告诉你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其实就是换一种违望 相对违望的方式 告诉你 你有一些问题 难道领导不是在说 不要狡辩吗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不要狡辩的意思 你不觉得是这个吗 觉得确实是 就是在批评你 其实这句话 如果有上下文的话 解释的内容是会非常多的 就比方说图类老师 刚才说的那种 就是你在狡辩 你不用再说了 别人都知道 还有一种呢 其实在跟你说 你不用急于表现 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的同事都会看在眼里 我们也都会看在眼里 所以正面反面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跟上下文很有关系 我觉得这句话呀 特别适合 就是你上一份工作 把你开除 那个老板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现在同意 你那个老板 为什么要开除你了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好吧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你用最简单的话语 来对于你今天 整场的表现 做一个总结 以及你需要提升的地方 在今天的场上 基于表现 希望得到认同 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所以其实我要比 我今天表现得要好一些 希望能够多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不错 这段话说得不错 因为迫切而少了一些从容 因为太过于奇于求成 所以才弄巧成拙 这句点评很中肯 来给他点赞 你要真的这么做就好了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 我给你的岗位呢是课程顾问 也就是销售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银河旅游给你提供的职位是商务拓展 和这个还可以做渠道的主管 做渠道拓展 给你的工资水平是5000加 地点在北京 我们是给你的这个产品助理 在我们公司的总部 在这个北京 然后我们给你的工资是5000加 保利豪健身提供给你的岗位是销售 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资是5000加 爱康国宾是做医疗体检 那么职位是销售 工作地点北京或者郑州 底薪是5000加 顾芳汤 给你的是销售岗位 你可以在北方的城市里选择 但是一定要保持能出差就可以 4500加 大概是1.5%的回款的提成 马尔风声美学 给你的是课程的顾问销售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给的薪酬是4500加 我们主要做的是 这个部分主要做的是美妆教育 然后有技能培训 个人培训跟企业培训 最后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全国加盟联锁部的招商顾问 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水是5000加 来考虑一下 灭掉六盏灯 留下两盏灯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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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我暂时对健身行业可能没兴趣 抱歉 来 你有问题可以问一个 底薪都没问题 然后我问两位了都是同样的 咱们这边就是做同样职位的 平均薪酬大概有多少 实际到手 综合提词的话应该有六七千 应该是这样 提成六七千 不 我就是总共加了一块 总共加起来 这边呢 这次我可以加了一千块 谢谢 我已经加了一千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啊 是可以的 谈情不上感情吗 你也可以加 来 他这个岗位的平均综合薪酬大概是多少 基本工资要上提成奖金应该 完成任务应该在一万以上 一万以上 然后三年内 如果你累计完成我们的任务额 还有二十万的原始股的奖励 考虑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速发 银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银柯 谢谢 去吧 表现得不好 主要还是说在表达这块吧 图里老师说的蛮对的 确实还是应该在合适的时间 精简地把自己想说的想法表达出来